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 然而经常熬夜喝酒三餐不定时 肝脏很容易出现问题 究竟常听人家说的爆肝是怎么一回事 肝出现问题又会有哪些症状呢 马上让陆文聪医师来告诉你 肝脏是一个很沉默的器官 他在初期或者是中期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 直到就是真的很严重了 他受不了在跟你喊救命的时候 他通常的症状是 一你人会觉得非常的累 二你会常常发热气 三你会有很奇怪的 类似咸鱼味道的口臭 怎么睡都睡不拔 然后再加上就是黄胆等等 甚至严重的有肝趋疼痛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抽血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ALT跟LST 还有Gamma GT都会飙升 这些都是所谓我们的感觉上 知道肝脏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去验血 会发现肝脏有问题的等等的症状 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预防针 分为A型跟B型 那只有这两种 C型跟D型和其他的型都没有预防针 所以我们小时候打的是A型跟B型 但是跟着我们的年纪 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下降 这些抗体其实是会自己消失掉的 所以我们医师一般上建议 每三年要做一次抗体的检查 要确保你的抗体在有效数字以上 不然还是会中肝炎的感染的 肝硬化的形成呢 基本上都是有两种原因 一常见的就是病毒性的肝硬化 就是所谓的B型肝炎 C型肝炎 甚至其他类型复杂性的肝炎 所造成的肝硬化 那它的过程的话 就是经由不停的反复发炎 造成肝脏的纤维化 纤维化以后 长久以后它就变成肝硬化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需要五到十年以上的时间 那另外一种呢就更快 很多人不知道 酒精在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会造成脂肪肝 那脂肪肝呢 会间接的又造成所谓的肝硬化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比病毒性的肝硬化还要快 一般上五年就会变成肝硬化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病毒性的概念 他都会变成肝硬化 多数都是因为喝酒所造成的 其实呢 如果是以遗传来讲的话 因为是B型肝炎或者是C型肝炎 那是从mother to son 就是母子垂直传染 这个男女的机会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男生比较不乖 然后男生喜欢喝酒 那男生很喜欢吃这个吃那个 男生是通常不借口的 综合以上的因素 当然男生肝病的发病率当然会变比女生还要高 并不是说男生本来就容易得肝病不是的 是因为男生的生活作息的关系 而造成男性发病肝病的机会会比女性大很多 因为女生很小心吧 据我所知 特别的术语叫做猛爆性肝炎 猛爆性肝炎就是你的肝指数超过正常值 数倍甚至到十倍以上 然后肝细胞在短时间之内完全坏死 而造成肝功能的衰竭 这个死亡率有95% 所以你一听到他们说爆肝 你看第二天就过世了 什么人容易爆肝 就是一熬夜的人 你看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那些电脑工程师 还有空姐 因为空姐她的都不定时 就飞来飞去要换班 还有护士 护士小姐是很容易得到这些癌症 爆肝等等的这些东西 不会 只要你的肝脏 肝脏是一个很神奇的器官 就是它是唯一所有的器官里面 你切掉它可以长回来原来一样大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只要捐甘蔗 通常只是三分之一 你只要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话 它绝对不会影响到肝脏本身的功能 而且它可以马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它会长回来 然后去可能跟以前的一个形状跟大小都是一样的 也不会影响到本身的肝功能 听完了陆医师讲解有关肝脏疾病的点点滴滴 接下来让营养师来告诉你 哪些不良饮食习惯应该避开 保护肝脏又要怎么吃 其实脂肪肝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影响 我所谓的饮食习惯除了我们吃什么食物之外呢 还有的就是暴饮暴食 比方说今天我三餐 我两餐不吃 我就把三餐的份量放在同一餐把它吃掉 那我就得脂肪肝的吸力就比较高 而且你越爱吃甜食的人呢 换上脂肪肝的这个几率呢就越高 因为呢其实就是甜呢 到最后进到我们身体 过多的葡萄糖它会变成肝糖 储存在我们的肝脏 那这个肝糖储存多了 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的身体储存不了了 它就会把它变成三酸肝油脂 也是放在我们的这个肝里面 那其实这个三酸肝油脂呢就是脂肪 所以它越存越多越存越多越存越多的话 那个脂肪就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有脂肪肝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 肝脂竟然是天然的食物不要吃食品 然后再来要多运动 因为你运动排汗 然后呢你要确保呢 你的尿就是有喝多喝水排尿 然后你的排便是正常的 因为排尿排便排汗呢 都是帮助身体排便的动作 当身体的毒素越少 肝脏的负担越少 那它就可以更健康 其实呢如果你是你的肝脏没有问题之前 你可以喝一些天然的果醋 不是我们煮菜用的醋那个不行 就是天然发酵的果醋你去喝的话 基本上它可以平衡酸减体质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平衡一些毒素 它就可以预防肝脏出现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肝已经硬化的话 你再去喝这个的话呢 它只能够让我们的肝脏不再恶化下去 可是如果你有喝醋 可是你的饮食没有改变 你还是继续熬夜 你还是继续吃很多添加剂的话呢 那基本上帮助也是不大的 有一些说法是 因为我们的肝脏缺乏了一些酵素 没有办法把那个酒精代谢掉 而使到这些酒精的进入水液 而造成了我们这个黏红的这个现象 当然今天无论是你喝了酒 你脸会红还是不会红的话 还是建议不要过量比较好 因为就算今天你喝酒你脸不会红 可是只要你每一天 比方说我已经超过了500ml的这个啤酒的话 我们的肝脏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如果是说真的是 因为应酬的关系需要喝酒 其实就是最近年尾呢 可能很多应酬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建议呢 喝酒后 我们可以吃回一些补肝的一些保健品 比方说磷子类的牛脏汁啊 咸精 这一些呢都是可以帮助快速的 把我们修复我们的这个肝脏的 当然这个只是说你短暂的喝 然后如果你去吃这些东西呢 它对我们的肝脏有帮助 可是如果你还是长期的酗酒的话呢 那你大量的吃这一些呢 基本上呢也帮助不太大 了解过有关肝脏疾病后 今晚8点半播出的GoFeed大讲堂 让我们与三位专家 现场为男士们解答各种男性疾难杂症 千万别错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